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家里头晒衣服 小心遇到这样的状况 台中这位富人呢 他趁小孩子在客厅玩耍的时候 到阳台晒衣服 没有想到风太大一吹 把门给锁起来了 小孩又发现 妈妈怎么会被困在阳台上呢 开始大声哭喊 才终于呢 这个有远景来赶来 大楼之三小姐 巡逻远景一听到呼喊声 发现有人受困大楼阳台 耳尖的停下来 围络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 但是再听不清楚 富人在说什么 远景确定富人被反锁捉了 赶紧叫锁将来帮忙 进入住宅大楼直达八楼 远景扣来锁将 因为里头还传来小孩子的哭喊声 小孩子哭个不停 无奈着锁实在不好开 被反锁在里头的妇人 其实是位日籍女子 因为丈夫来台湾工作 跟着过来 二号中午 妇人趁小孩在客厅玩耍 到阳台闪衣服 没想到风太大一吹 就把门给反锁捉了 小孩子看见妈妈锁在阳台外 也开始哭闹不休 里面还好上一个门 她是被反锁在外面 所以没办法来开这个门 所以里面还有一个小朋友在哭啊 日本的妈妈在呼喊 而且在有拍打的状况 大概知道说 她被受困在阳台而已 因为语言不同 远景还起来日籍有人翻译 锁将拿出电钻 破坏大门 为了好一番功夫 才终于进到里头 日籍夫人好感谢 还好远景巡逻 耳朵也有认真听 才没让夫人被锁在阳台 一整个下午 中文宣公寓的林静文台中 采访 可想 可惨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